11月5日晚上大約8時 事主和三個朋友應邀到路坦某間酒店夜場消遣 當時去到房間已經有五男五女在場 開始的時候雙方喝酒聊天都相安無事 到了凌晨2時 事主飲大兩杯攬了其中一個女人的腰 於是五個男人就用玻璃瓶襲擊事主頭部 其中姓金的疑犯還囊死到用玻璃瓶插向受害人右腹 事主的右腹被銳器刺傷 導致肝臟左邊內葉和大網膜裂傷 頭部有錯裂傷 肝臟的傷勢曾迷及事主的生命 現時情況已經穩定衰老院治療 姓金的疑犯被當場拘捕 另一個姓牛的疑犯就在商人當晚不見證件 11月6日到治安警察局報室而致意投羅網 另外三名在途的疑犯司警證全力通緝 當時三位最高的是 你快訝 封物人要 三位子